我国不仅有广袤的陆地,而且还有面积广阔的蓝色领土,海洋。 想要守卫这片海洋领土,航空母舰是必不可少的装备。 在拥有了辽宁舰之前,对航空母舰的期盼,从军委主席到爱国之事都是热切之极。 而这艘辽宁舰航母能够服役于中国海军,中间也是经历了千难万险。 辽宁舰的前身是乌克兰的瓦良格号航母,是一位叫徐增平的中国商人,自套腰包买下后,又无偿上交国家的。 徐增平经商前当过解放军广州军区的篮球队长,还与贺龙儿子贺彭飞关系不错。 当时贺彭飞也支持徐增平到乌克兰去竞标准备出售的瓦良格号航母,而且中央也给予徐增平精神上很大的支持,但是也仅仅限于精神上的。 物质上和金钱上的只能靠徐增平自己解决。 虽然徐增平是一个成功的商人,但是一下子拿出5000万美元的保证金,也是显得捉襟见肘。 为了凑足购买航母的资金,徐增平也想尽了许多办法,他变卖了自己的别墅,又抵押了土地待借,最后终于凑足了资金。 为了中国的航母们能够实现,一个商人为此不惜金家荡产和负债累累,他做出的巨大牺牲是值得我们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憧憬和学习的。 这艘航母的回国之路也极不平坦,充满了波折和险阻。 在路上,不但时常受到了美国的阻挠和干预,而且在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时,又遇到了土耳其方面的扣留。 在付出昂贵的费用后,历经将近三年时间,残艰难回到中国。 航母进入中国后,徐增平没有自己用于商业,反而是无偿地上交给了国家。 国家为了表彰徐增平的这一爱国行为,还曾给了他一面锦旗。